作者 吴国明牧师Rev Sansomu 第四章恩高运作的原则 李宝林牧师重点标题精华整理 1.恩高怎么走的 2.恩高怎么不见的 3.恩高怎么分的 4.恩高有多少种类 5.圣经犯罪的天条 吴国明牧师的书籍以及 加上李宝林牧师的披码蒙徽四卷书 约拿书 以私贴近 但以礼书 约尔书 这样就赢了 3w.repentsackcloth.org 启示图由吴国明牧师和李宝林牧师共同制作 恩高运作最高境界是让神的荣耀 有恩高是一回事 能够在恩高中与神同工又是另一件事 在恩高中的服饰是生命服饰的分水岭 有可能让你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也有可能使你的服饰进入巅峰 也有可能瞬间让你跌入谷底 有可能让你的服饰结出忠心又良善永恒的果子 也有可能让你的服饰成为基督不认识你 弃绝你的主要原因 恩高运作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血气 为自己的荣耀或尊重人超过尊重神 都有可能使恩高的服饰变质 主耶稣警告说 到审判的时候必有许多人对他说 我们不是凤迷的名传道 凤迷的名感鬼 凤迷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主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太七章22节至23节 恩高的运作 我们是被动者不是主动者 是神的灵 先带动我们马上要跟上 尽量避免血气行在恩高的前面 行按手里是圣经的真理 但还是要小心 建议那些身上有恩高的人 不要轻易为人按手 也不要随便让别人为你按手 免得在别人的罪上有份 属灵环境的险恶 基督徒被圣灵充满恩赐显明之后 会经历不少的神迹歧视 若进入恩高的服饰 果效更大神迹更多 然而却仍然很难带出荣耀神的服饰 因为基督徒太容易满足 也太过分乐观 不知道如何与神同工 甚至也不晓得如何让基督 透过我们的生命 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更不知道在肉体中运作恩赐恩高 是神最大的敌人 我们务必要知道 整个属灵环境太险恶了 稍微失去警醒就有可能栽跟斗 若不知道敌人在那里 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装备自己 失去谨慎警醒祷告 我们如何能有效地 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恶魔摔跤 参幅六章十二节 换言之 我们是活在一个 与新生命完全相反的环境 从自己的肉体情欲 到外面的花花世界 以及天空掌权管辖的幽暗世界 里里外外都是我们属灵的敌人 当我们悔改重生 被圣灵充满后 有圣灵的恩赐也取得恩高 虽有很好的开始 却很少人有很好的结局 参太七章十三节 太七章二十一节至二十三节 因为若没有在对付肉体情欲下真功夫 恩赐和恩高 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祝福 却是自己的网罗 神呼召我们 是要进入一种终身的装备 就是学习主耶稣 在地上所下的功夫 我们才有可能完成主耶稣 差遣我们进入世界 做炎做光 极做比他更大的是 参太五章十三节至十四节 约十四章十二节 基督徒若没有立定心智 当耶稣的门徒 彻底一生跟随主耶稣 以柔和谦卑 学习他服侍的榜样 就不可能带出让神 得荣耀的服侍 当耶稣领受 无限量的圣灵之后 被圣灵引到旷野 接受魔鬼的试探 有四十天之久 当他得胜魔鬼的试探之后 魔鬼暂时离开他 天使就来服侍他 参太四章十一节 然而主耶稣 却每天下很扎实的功夫 来完成天父的托付 圣经中充满主耶稣下功夫的记载 耶稣基督在地上所下的功夫 一 每天早晨起来寻求天父的面 有受教者的耳朵聆听他的声音 参赛五十章四节 因他认识住在他里面的天父 是他服侍神最重要的关键 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缺乏认识基督耶稣的真知识 所以宁可花金钱时间精力 去追求装备属灵的知识 却大大的忽略 要下足够的功夫竭力 认识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耶稣 神将一切的智慧知识 及丰盛都放在基督里面 参吸一章十九节 吸两章三节 九节 我们即需要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使我们真知道他 参服一章十七节 好叫我们愿意每天花时间来寻求主的面 等候聆听他的声音 二 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 父的爱里 参约十五章十节 主耶稣在地上立下爱神最完美的典范 就是彻底遵守天父的命令 他彰显爱的真谛 爱神爱人也爱自己 我们跟随他的门徒岂能例外吗 学圣可以高过老师 仆人可以高过主人吗 恩高能力完美的运作 神荣耀彰显的前提是神主动人配合 圣灵覆盖运行时 要等候神启示要做甚吗 如何做 遵守了他的命令 神的作为出现 神的荣耀就出现 神就会得到应有的荣耀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服侍模式 就是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模式 我们若常听从神的话 神也必常听我们的祷告 三 他立定心智 不凭自己做事说话审判 参约五章十九节 三十节 希伯来书说 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来四章十五节 主耶稣说 我没有凭着自己讲 唯有差我来的父 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 约十二章四十九节 所以 我相信主耶稣最大的试探是 凡事要照自己的意思 还是遵行天父的旨意 和我们遇到的难处是一样的 凡事是要按自己所知所事 或是凡事要寻求神的旨意 等候圣灵的带领 这种彻底舍己的服侍方式 是最蒙神喜悦的服侍 因为主说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在那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约十二章二十六节 这种服侍方式需要下很深的功夫 完全没有肉体仁义的掺杂 是属基督的人活在圣灵里的服侍 四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的服侍 参约十四章九节 有恩赐有恩高的基督徒 一定要记住主说的话 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作甚吗 参约十五章五节 有太多服侍神的人 劳苦丹重担 因为没有按照神所定规的方式 来服侍神 我们从人学习许多知识 谋略与技巧 劳心劳力来服侍人 很辛苦却很少果效 心里也没有真正的安息 主教导我们服侍的秘诀在于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参约十四章十节 主耶稣很清楚地呼召门徒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父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 你们心里就必得想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担子是轻盛的 太十一章二十九节至三十节 很多有恩赐恩高的人 上了讲台却下不了讲台 明知神不做工了 还是会因应众人的掌声 和要求需要勉强服侍下去 在壁氏大池旁有许多病人 可是耶稣只医治一个三十八年瘸腿的人就走开了 他没有逗留继续地医治其他的病人 五 主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参来五章八节 我们会很惊讶 为何主耶稣还需要经过苦难才学了顺从 是什么会使主耶稣不顺服 父与子缘为一 看见子就是看见父 两者无法分开 但是当主耶稣要为人类的罪被定在十字架时 亲自担当所有人类的罪 这件事有两层很重要的含义 一是急住背负人的罪 就可以使神与所造的人和睦 但另一方面因背负人的罪就成为有罪的人 在圣洁公义的神面前 就必须要与父分开 是主耶稣最难舍的部分 在克西玛尼园流汗如血滴地祷告挣扎 最后他说 怨妇的旨意成就不照自己的意思 这意思是耶稣宁愿赏十字架 背负人类的罪 使人可以与神和好 纵然要与天父分离也愿意 我们愿与世界成为一体 若不与世界真正地分开 就无法真实地得住基督 基督如何为得住神所造的人 必须与父分开 同样的道理 我们若要真实地住基督 也必须与世界分开 基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 我们也一样要从苦难中学习顺从 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的十字架 跟随主的门徒也一样会面临同样的挣扎摔跤 唯有坚忍到底的人才能得胜 六 主耶稣的实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参约四章三十四节 主一生的日子就是要荣耀天父 让地上的人认识父神 是何等的有慈爱良善智慧能力等 他活在地上的目标十分清楚 从不离开一生要荣耀父神的决心 所以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都要遵行神的旨意 让神的荣耀 耶稣说 父怎样差遣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到世上 参约十七章十八节 耶稣到世上 行神的旨意 代表神 显明父神 同样 基督徒在地上 也要行神的旨意 代表基督 显明基督 在圣经中神的旨意 写得最清楚的是 贴前第五章十六节至十八节 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是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基督徒生命的根基 要扎得深厚 每天要被喜乐的灵充满 不住地在灵里祷告 不论环境顺不顺利 都要感谢 这是灵命成长 不能缺乏的属灵维他命 有了生命的根基 才能更进一步带出神的荣耀 七 主耶稣在地上时 经常进食祷告 等候神 凡是感谢 参太四章两节 约两章四节 约六章六节 路十章十七节 太十一章二十五节 他出来传道之前 曾被圣灵引到旷野 近时祷告四十天 要拣选十二门徒之前 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参路六章十二节 当他在歌训 活塞大 加百农诸城 行了许多异能 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那时他说 父阿 天地的主 我感谢迷 因为迷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 人就藏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参太十一章二十节 至二十五节 次日天未亮的时候 耶稣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 在那里祷告 参可一章三十五节 近时祷告感谢 是他生活服事的常态 就如同在贴前 第五章十六节至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 不住地祷告 凡是谢恩 有对的生命 才会有对的服事 结语 以上所列 就是主耶稣 在地上所下的功夫 他自己以身作则 也呼召那些 信他属于他的人 来跟随他学他的榜样 他与天父 是完全的合一 每天是何等的 专心聆听父神的声音 他的心 是何等的柔和谦卑 又存心顺服天父的 每一个旨意 他不凭自己的能力和意思 处理每一种状况 或医治或说话 都寻求等候父神的带领和启示 他不依靠自己的经验 很少用相同的方式 医治同样的疾病 用心竭力警醒 祷告过天父所喜悦的日子 每时每刻和父连结在一起 让父彰显他自己 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我们若要做耶稣基督 在地上所做的工作 就需要下同样的功夫 否则学圣岂不高过老师吗 耶稣基督 在地上所彰显的境界 是跟随他的门徒 可以达成的最高境界 也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所述说的境界 是全心全人 完全与基督合一 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 唯一的主 是每日生活中的第一位 靠着圣灵致死肉体 舍弃自己的分别善恶 专心跟随他的 每个感动与带领 每时每刻 住在基督的爱里 让基督 挤住我们的生命 彰显他自己的荣耀 挤住我们的身体 做成他自己的工作 我们不是要被世界同化 乃是要改变这腐败的世界 这样 我们不只是要彰显 基督耶稣复活的生命 也要彰显圣灵的能力 以及神极大无比的荣耀 跟随主耶稣的门徒 若要学习主耶稣 在地上的榜样 必须要很专心 也要有信心 有决心和恒心 才能做主耶稣 在地上所做的事